随着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和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为香港勾勒出发展蓝图 为促使香港更快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连日来 国家又相继出台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 和八项汇港青年措施等为香港提供机遇 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李家超9月17日接受中心社采访时表示 十四五规划纲要除了巩固香港原有优势 还提出多个新定位为香港未来发展指明方向 在十四五规划下也给我们四个新的定位 那这四个定位就是我们应该是一个创新中心 我们可以成为一个中西文化交流中心 我们应该发展我们在机器产权的交易权的中心 我们更可以利用香港的地位和我们在航空方面的发展 成为我们的航空虚拟这个重要的发挥作用 围绕日前出台的前海方案 李家超表示前海扩容扩去后给予增多 同时前海方案要求深港两地高度合作和融合 香港可在探索制度创新的过程中 在开放思想层面受益 对香港有意义的地方就是前海方案要求我们两地的高度的合作 高度的互联互通 也高度的要求我们在制度的创新 这个当然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要尽量去发挥好 积极在解放的力量以外更推动我们用新的角度 用新的态度去看怎么可以制度创新 怎么可以把细想解放 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是非常有意义 李家超认为 十字舞规划纲要和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带给香港的不是零和游戏 而是一个多元共生无限的空间 香港需不断增强自身竞争力 并从中争取更多发展机遇 大湾区十十五规划 给我们的不是一个零和游戏 是一个多元共生无限的空间 我是多次在政府内部也好 跟民间朋友讨论丹湾区十九规划的时候 我特别提出 抓紧这个机会 态度要积极 要创新的想法 去把我们自己做的事情 有100分变到110分 或者是更高的分数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